清朝最惨的公主是谁 亲妈被哥哥杀死 女儿被女婿杀死 自己受到丈夫出卖 被弟弟活挂三千多刀 说她是清朝最惨公主 应该没有人反对 她就是哈达公主 芒古纪 身份高贵的公主 为何有如此凄惨的命运 她究竟做了什么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女真族有个恶俗 那就是父死子继 兄中弟吉 明朝万历十三年 努尔哈赤的堂哥七准病逝 她老婆滚呆就受了寡 正好努尔哈赤老婆也死了 于是叔嫂就凑了一对 并生下了两子一女 女儿便是芒古纪 满清的公主对于皇帝而言 只有一个作用 那就是和亲 当时女真有很多部落 劳奴只是拉拢了一部分 另外蒙古也有很多部落需要拉拢 劳奴只恨没多生几个女儿 芒古纪十一岁那年就嫁给了哈达部的首领 哈达公主就是这么来的 哈达部的首领叫做乌尔古代 她对芒古纪非常好 两人生儿育女 婚姻也算幸福 生活若一直这样下去该多好 可惜十六年后 芒古纪的丈夫死了 此时黄太极刚刚继承寒位 她觉得姐姐才27岁 凑合着还可以再利用一下 于是就将姐姐再次嫁了出去 芒古纪这次嫁到的是蒙古的敖汉部 丈夫是敖汉部的首领索诺木杜琳 芒古纪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嫁给了戴扇的长子月托 小女儿嫁给了黄太极的儿子豪格 戴扇和黄太极是芒古纪的一母兄弟 月托和豪格是叫芒古纪姑姑 还是叫丈母娘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啊 他们三个人算是亲上加亲 可没想到的就是 这个弟弟加亲家的黄太极 下令将芒古纪活剐了三千刀 哈达公主芒古纪有两个同母兄弟 哥哥叫芒古尔泰 弟弟叫做德格类 芒古尔泰英勇善战 是后金四大贝勒之一 与戴扇黄太极齐名 他是努尔哈士的第五五子 能力地位都不弱于黄太极 他曾经也是争夺韩味的热门 只是当时他的母亲滚带 与他的哥哥戴扇传出了绯闻 搞得诺尔哈士十分生气 芒古尔泰为了向父亲表忠心 居然将母亲滚带给杀了 这一下非他没人觉得他大义灭亲 大家伙还都认为他是禽兽 所以后来选择继承人士 没有人支持他 黄太极继位以后 芒古尔泰自然是不服气的 两个人一直都不对付 芒古纪自然是向着同胞哥哥 大家都知道 女真有八旗制度 而芒古尔泰是正兰旗旗主 黄太极继承韩味以后 一直想整合八旗 将这些势力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边 这样一来 他迟早要对付芒古尔泰 芒古纪虽然是一介女流 但他前夫的哈达布 实际上属于他的势力 而偏偏芒古纪 是站在芒古尔泰这边的 所以黄太极要连他一起对付 芒古纪本来不至于死的 但关键时刻被第二任丈夫给出卖了 黄太极找了个御前拔刀的理由 学去了芒古尔泰的爵位 没过多久 芒古尔泰便暴毙身亡 最大的威胁都死了 黄太极应该收手了吧 并不会 因为郑蓝旗还在 按照女贞的制度 郑蓝旗旗主死了 那么将由他最为亲近的人继承 这股势力还到不了黄太极手中 而是交到芒古尔泰的同母兄弟 德格雷手上 可是德格雷太过小心 黄太极始终都拿不到他的把柄 所以他准备从芒古纪着手 公元1635年 德格雷病逝 黄太极随即就发动了攻势 首先是芒古纪的属下冷僧基举报 说芒古纪曾与两个同胞兄弟谋反 本来冷僧基没有证据 黄太极无法处理芒古纪 可谁知他的第二任丈夫 在背后捅了他一刀 芒古纪的第二任丈夫 就是索诺姆·杜琳 杜琳并不喜欢芒古纪 他只是想通过芒古纪 抱黄太极的大腿 当黄太极对芒古纪动手时 杜琳站出来当证人 声称芒古纪确实有谋反的嫌疑 并且还搜出了证据 于是黄太极逮捕了芒古纪 下令将他灵齿活寡 据说芒古纪行刑时叫骂不止 在割到一百多刀时 弃绝身亡 芒古纪的女儿 也就是黄太极的儿媳 居然被女婿豪格亲手杀死 芒古纪为后勤的雄徒霸业 牺牲了自己的两次婚姻 可她为之牺牲的娘家 那个大汗弟弟黄太极 居然为了权力 如此残忍的对待她 这或许就是帝王家的无情与无奈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